哈喽大家好我是本琳达 今天要教大家画的是温雪欧美妆 这次呢我将会省略掉打粉底的部分 因为之前的教程我都有介绍过了 首先呢欧美妆的眉毛呢 我们肯定是要画的比较高挑 所以这次呢我将会画这个有幅度的高挑眉 然后呢它是眉头比较粗 然后眉纹会比较细 接下来用蓝眉膏 然后我用这款深灰带点蓝色的眼影 在眼睛的尾部上半段画一下局部的眼影 然后这款浅蓝色做大面积的浴览 接下来用这款粉色的眼线笔画在前半部分 然后我们开始画眼线 那这眼线呢我们先从尾部 先做一个呃往上提的这个勾勒 然后再慢慢的从前面到后面去填充 注意的细节呢就是眼线不要画的太粗 接下来夹睫毛 接下来我还是使用这款Solomi的天尾11号夹睫毛 用来这次的专容 因为呢这款的睫毛是非常非常自然 就像自己的睫毛一样的 接下来还是用这款深灰色的眼影画在下眼影部分 然后用这款卤白色的眼影上粉盖在原先的深灰色的眼影上面 顺便呢在上眼影中间部分做一个浴览 然后呢我们开始画下眼线 接下来我用这款下睫毛贴在我的下眼睛部分 然后再用眼线液做一个补充 然后我用粉色的眼影粉再做一个覆盖 Solomi的时候呢我会用一个深灰色的眼影在后眼睛的上半部分这条线上面再做一个重叠 接下来在唇鼓的下方大暗影 还有修饰鼻梁 然后呢打鼻梁暗影的时候注意眉毛跟眼影之间做一个稍微的浴览 接下来呢我们是打高官 鼻子还有下巴还有脸颊部分就一个高官的修饰 最后呢我们开始先画唇线 因为欧美妆呢它最主要是它的唇会比较丰满比较下细 所以我会先用唇线笔勾勒出唇形 然后再用这款粉色的唇彩填充一下里面部分 好了今天的欧美混血妆已经化好了 所有的产品我会在视频的下方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有什么不懂的大家也可以联系我哦 然后谢谢大家的观看 要记得帮我点赞还有scribe我 然后还有就记得要share我的video哦 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看哦 再次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